北京南罗古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著名网红打卡街 街上都是给游客准备的各种小店 与全国其他景点差不多 有些朋友想转转南罗古巷附近的胡同 在地图上 我们能看到南罗古巷附近的胡同 有各种名人故居和历史遗迹标记 本期就带您看看哪些值得去一趟 关于后海南罗古巷 古楼详细游玩攻略 请看我相关攻略合集 在南罗古巷中 最靠近南罗古巷地铁 南罗古巷左右两侧 各有一条胡同 炒豆胡同和福祥胡同 从炒豆胡同的胡同口王里走不远 是清末蒙古王爷僧格林庆的府邸 现在是大杂院 不能参观 不推荐来 福祥胡同里 有对北平和平解放 有突出贡献的王树长将军故居 现为私宅 不能参观不推荐 继续往南罗古巷里走 左手边出现羽儿胡同 胡同口有个飞翼博物馆 里面不许拍摄 有两三的摊位 只有一楼一层 非常小 南罗上有所谓网红店 弄个花哨门帘 里面就是卖些小商品 我看他俩差不多 人家网红店还能随便拍 个人不推荐 只是地理位置好 羽儿胡同在巷里 是齐白石旧居纪念馆 免费的 需要预约 周一闭馆 推荐来 详细攻略 可看我齐白石旧居 纪念馆攻略 齐白石旧居 在巷前 是只年齐衙门 现在完全看不出 从前的样子 假设都走到这里了 推荐您 往前多走两步道河边 这是通会和玉和故道 南罗古巷周边胡同 多数是大杂院 没什么好看的 这玉和故道两侧 才是真正独门独院的四合院 车库都在地下 从羽儿胡同右拐 沿河边 还可以到茂儿胡同 从茂儿胡同 回到南罗古巷 茂儿胡同的子童文昌庙 已经没有了 文宝贝在大杂院中 就不推荐您来了 只有清末五英殿大学 是文育的宅子 能依稀看出来 里面是五金四合院 民国时 是冯国璋的旧宅 解放后做过朝鲜驻华大使馆 现在是某单位 他家的后花园叫可园 是晚清北京私家园林中 最有艺术价值的花园 再说南罗古巷东侧的勤老胡同 里面有个多辈子府 如今是个酒店 不推荐来 沙井胡同中 有位清末四川总督 刑部尚书奎俊宅 现在应该是某个单位 不推荐 前原恩寺胡同中的原恩寺已经不存在了 不推荐去 后原恩寺胡同中有矛盾故居 但很久没开放过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 矛盾故居旁边是蒋介实行员 现在应该是某单位 不推荐来此 黑芝麻胡同中 有国民党交通部部长 顾孟于故居 他的故居也是魁俊宅的一部分 现在是私人住宅 不推荐来此 最后是菊儿胡同 原通寺遗址 现在是家酒店 荣禄府也看不出任何痕迹了 荣禄的加词 现在是某单位 不推荐 目前南罗古巷附近胡同 只推荐齐白石旧居和玉河故道 矛盾故居 开了可以去 假如有用 请点赞评论区回复 有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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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